这是五级飓风的声音 狂风暴雨拍打树叶玻璃窗 光听就能感受到威力有多强大 五级飓风贝罗扫过加勒比海岛国八倍多 最大阵风超过17级 游客躲在饭店不敢出来 地势平坦的加勒比岛国最担心 12公尺高的巨浪与爆炒卷上岸 我国友邦盛文森跟格瑞纳丁 也在飓风的路径上首当其冲 贝罗可怕的不只是陆地上感受到 美国海洋大气总署的追风者 飞机飞到飓风上看贝罗 云系扎实 眼强清晰可见 不愧是打破纪录最早出现的五级飓风 跌破专家眼镜不仅是贝罗迅速增强 而且通常第一个飓风行程至少要等到八月 更别说像是贝罗这样的大型飓风 看看加勒比海的海温图一片红彤彤 都超过摄氏26.6度 暖化让飓风变得更强更极端 光想象就令人头皮发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